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扩张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有工具相意识 即你的房子 车子 投资 工资等等都是你的金融工具 你的目的不是彻底拥有它们 而是利用它们 你要通过更新 买入 赎回实现它们的增值 从而可以配置更多资源 四 理财的真正奥秘 钱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钱变成需要的东西服务才有意义 举个例子 例如说你有100万 想通过炒股买现价200万的房子 没想到一下亏成了70万 更没想到的事情以一种无厘头的形式发生了 你看中的房子跌到了50万 这就是胜利 所以理财的问题其实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把钱花完不算本事 有花不完的钱才是本事 一方面我们有保证现有资金得到保障 意外或者重病来临不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另一方面 年金以及极少的储蓄型受险产品 可以提供终身保证金 实现活多久 取多久的终身现金流 请找专业人士咨询吧